晚上9點多還在和里長討論公事 身穿藍色衣服的李幹事 眼看時間不早了 趕緊去接夜間部的女兒下課 沒想到這段影像 卻成為他的最後身影 車速過快 然後後輪偏掉之後 整台車子打滑 然後就撞到他 下車的時候就摸車 完了 車子騎在李幹事前方的同學 快個幾秒鐘差點也被波及 但是學校後方的山路 真的是危機四伏 學校逃往後山這條路 不只道路狹小 又有連續彎道 要是像前方這個大彎 車速過快 很容易沒有看到對象車輛 從地圖上來看 發生車禍的地點 就是一個大彎道 黑色車輛車頭幾乎全毀 距離學校正門 也短短只有100公尺 校園附近彎道多 加上肇事者飆車才惹禍 這名開車的是19歲的 張姓南大生 就讀機械工程系二年級 平常開附近的二手車上下課 還熱愛改車 當時車上滿載5人 飆速下山 卻因為失控甩尾 撞上對象的李幹事 不過事後卻被指控毫無悔意 在死者投膝前 還沒有到零前上香致歉 我們有跟家屬那邊 道歉或致意之類的嗎 有 我們是去哪個地方 跟他們道歉的嗎 自稱有道歉 隨即匆匆掛上電話 不願意再談事後賠償問題 年紀輕輕不只開快車 還在山區狂飆 罔顧旁人安全 事後又沒有悔意 看在被害家屬眼裡 無疑又是另一次傷害 記者李嘉明 陳家豪 台北視頻報導